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诗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的画面感喜剧感特别强 特别是它去从今前去买东西 那种忙碌感那种画面感 给我们特别强的一种喜剧效果 全诗基本上是女儿的形象 开始又以女儿的形象结束 重点突出木兰这么一个金国形象 这首诗它是南北朝时期的一篇 长篇的叙事名歌 它是和孔雀东南非 合称是岳府双地 它的主角是木兰 这个是南北朝时期 一个传奇色彩 非常浓烈的一位女英雄 这首诗虽然不能算很长 但是却记录了这位女英雄 替赴从军征战杀场的故事 堪称是一首英雄的史诗 所以这首诗后真的算得上 是快智人口 并且也具有了国际的影响 掌声有请经典传唱人 我是经典传唱人何赛飞 我是经典传唱人叶炫清 我们把木兰诗唱给你听 欢迎订阅 我们把木兰诗唱给你听 谁响小歌 曲曲复曲曲 木兰当呼知 不问几诛声 微问你叹息 问你何所思 问你何所以 你也无所思 你也无所以 昨夜见军天 可恨的颠冰 君数十二卷 卷卷又夜明 阿也无怠 无来无争休 念问是恩马 从此提侦 女儿也提不放幼子 女儿也保护几家能 拜别的娘从此去 你还提不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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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里富隆寂 广山屠若飞 说起穿尽托恒光照天衣 将军百战死 装饰十年归 愿之千里俗 送而还不幸 开我动个门座 洗个窗 托我战士炮装 我旧时长 当传离云地 对今天花光 同心十年 不知目来是一郎 万里富龙几光山渡若飞 说起穿尽托恒光照天衣 将军百战死 装饰十年归 愿之千里俗 送而还不幸 来我动个门座 我洗个窗 托我战士炮装 我旧时长 当传离云地 当传离云地 毕竟天花晃 同心十二年 不知目来是女郎 同心十二年 不知目来是女郎 她 早起 有请新典传唱人 何赛飞 叶雪清 有请两位 看到两位在台上的演绎 尤其中间有一段 何老师用的是 这个乐剧《木兰别传》里的 是的 这个内容 是的 然后非常有机地 和这个音乐创作 融合在一块儿 呈现给了我们 所以两位听完以后 对刚才这个作品 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听完之后 非常受感动 我觉得非常的唯美 典雅 雅致 乐剧本身 它是一个中国第二大剧种 它的传播非常广泛 它的特点是以抒情建唱 以歌唱为主 那么旋律 刚才我们听到优美好听 您表演的也是情真一切 刚才二位的演唱 我认为不仅体现出 花木兰的英雄气魄 还把花木兰的另一个方面 中国女性的美 中国女英雄的美 贯穿到全曲当中 刚柔并济的感觉 我先对何老师表示敬意 从小听乐剧长大 谢谢 尤其何老师他有两个 他通俗的一面 从来没听到过 他乐剧的时候 他那个角色的转换 跟那木兰从军和这家的感觉 有这么大的区别 而且他把这个乐剧的韵味 融到这流行歌曲 炫青 我跟他合奏了 我知道他也是乐剧世家 他唱这个歌 他的乐剧的这种韵味 其实也是融到这个里面 所以这个歌 他听起来旋律很上口 他们两个人配合得相得益彰 真的是很精彩的 对 谢谢 乐剧本来就是一个年轻的剧种 它而且有着博彩众长的 这样一种态度和创作习惯 所以今天你们两位 在台上合作演绎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是你们希望通过这个演绎表达的 是 因为其实今天跟何老师的一个合作 更多的是想传达的是 木兰这个形象的一个青春跨度 从她的红装 到戎装的一个角色变化 然后最后我们唱完之后 大屏幕有一个剪影 也是一个时空的一个对话 花木兰这个形象呢 在我们几代人的心中 它都是非常经典的 跨越了我们几代人的青春 所以也想通过这一次合作 体现花木兰这个形象 然后也想传递女性的声音和力量 但是我刚才看到了两位舞台呈现 一上来 让我有点出乎意料的就是两位的着装 我本以为两位如果唱花木兰的话 穿的都会是比较英姿洒爽 但是没想到两位一出来 比较柔美的这个形象 其实就是也想体现一种外柔内刚的这么一种精神吧 对 我想着这应该是穆兰精神最好的体现 如果是当年的花木兰不是那么健壮 如果也还是比较弱的女子 她替服从军去正转沙场的话 更能体现她内心的炙热 她的笑心 而且穆兰诗里其实让人最感动的一段 是最后那个反转 就是当她从军回到家以后 对镜贴花黄 然后出了门以后 当年一块打仗的伙伴们都说 原来十二年了才知道原来你是个女孩 就是这个反转 对 穆兰诗 她其实对穆兰怎么作战 怎么从争 其实琢磨并不多 几句话就掠过了 她的重点在于展现她的忠诚 她作为一个战士的那样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 特别是到后边 主题又发生一个奇异的变化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她女扮男装 作为一个战士 硕气传金拓 是不是 然后反映了她一系列的战斗的情形之后 后来得胜还朝 天子要给她封关许愿 她什么都不要 回到了家乡 坐在窗边又开始贴花黄 所以这里面反映了一个 这个女性的自主的选择 我为家国尽忠 为家里面尽孝 为父母尽孝 这个责任一旦完成 我就要还原 我作为一个女儿 作为一个女子的全部的本色 大家就从花木兰的身上 能感受到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女子 特有的中校的精神 和自己作为一个女性 独立自主的精神 我想这是这个诗里边 所要着力表现的 而且也是后来 花木兰这个主题 不断地演变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一个年轻人的心里 木兰隔了千百年的形象 她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 其实我也是从小就知道 木兰的这个故事 因为她其实应用在 我们中国的戏剧当中 有非常多的剧目 比如乐剧 金剧 那最熟悉的就是玉剧 谁说女子不如男 我们可能小的时候课文啊 还有看过的一些动画片啊 影视剧都有木兰的形象 她是一个世界级的形象 我跟花木兰 其实还是蛮有缘分的 对 您演过电视剧啊 我96年演过电视剧《花木兰》 这是96年那个 电视剧里的剧照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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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年我在想 他们为什么会找我 去演花木兰 导演说想我们找一个 比较普通的 不那么强壮的 更能体现木兰的精神 那我就咬尽牙关坚持了 但是因为我不会骑马 然后通过很刻苦 学会了骑马 但是还是被马摔得一塌糊涂 就是在四五个月拍摄当中 受了很多伤 最严重的一次是脊椎摔伤了 趴在那儿打了三针分闭 真的是木兰的这种精神 想想它当年的那种 真正的沙场的那种 这种面临的状态 在鼓励我 《花木兰》真的是 从这首木兰诗开始 一直到后边 千百年间 人们反复地在传唱这个形象 把它变成了不同的 艺术种类当中的表达的方式 而且其实我们的题材 或者说我们可以挖掘的宝藏 是很丰富的 你要说到金国英雄 其实不光是花木兰 从古至今 除了花木兰之外 还有很多经典的形象 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 也是在不断出现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当代的女指挥吧 郑晓英老师 她也曾来过咱们的节目 郑晓英老师是 上个世纪二十九年生人 今年已经九十四岁了 直到今天 她还活跃在舞台上 她原来是中央歌剧院的指挥 她一生都在做 这个普及歌剧的事情 前两天她发了一个朋友圈 她说 我不可能躺平 我绝不躺平 我觉得她对音乐 对指挥艺术的追求 是影响着我们几代年轻人 她是我们的一种楷模 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我心里 她是一位女英雄 所以再次掌声 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今天 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 经典团唱作品 请为我们的经典团唱人 开启分享通道 我定义的青春有两个 一个是生理上年龄的青春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上的青春 因为年纪再大 如果你的心是年轻的 是朝气蓬勃的 仍然是青春 我觉得木兰的形象 在我们每一代人的心中 都是非常经典 它表现出来的 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我觉得就是勇敢无味 我是经典传唱人 何赛飞 我是经典传唱人 叶炫青 如果你喜欢这首木兰诗 请和我们一起 唱向青春 我礼服若即华山 不如飞 作息钻尽多 寒光照景 将云白战死 装饰十年归 人是天地俗 从而换不上 开我动的门座 我洗的床 我我暂时抛弱 我就是他 我终于你 对今天话 对今天话 同情十二年 不知不来是一朗